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注意第一步最重要了 我们先要去选择合适的一个分析方法 先要选择方法 方法选好了之后 我们再根据这个方法的需要 我们去收集相关信息 然后对于这些信息 这些数据 我们进行处理 处理完了 我们开始去分析 这个成本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就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最后 确定成本的一个结论 就是我到底花多了 还是花少了 而对于这五步 重点是第一步 先要去选择 你选择什么样的分析方法 因为分析方法包括很多种 必须要先选出一个合适的来 好 然后分析的方法呢 有四大类 基本分析方法 综合成本分析方法 成本项目分析方法 专项成本分析方法 并且每一个 这些都包括四个 这个包括三个 它一共包括很多种 一会儿呢 我们通过经典题目 再一次带着大家进行回忆 然后关于考核 考核的依据是 考核之前的 即控核分 均为依据 然后它的主要依据呢 是成本计划的各类指标 有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成本考核的方法 我们要分别去考核 项目层面 还有企业层面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题目 再来看一下 先说考点一 成本分析的依据 看一下这道题 下来关于成本分析的依据 正确的是 很明显它考到的是 三算对比 哪三算呀 会计核算 业务核算 还有统计核算吧 会计核算 它强调的是价值核算 具有连续性 系统性 综合性的特点 业务核算的特点是 范围广 范围广 过去时进行时 将来时 我都可以进行核算 统计核算呢 是尺度宽 它不仅可以向前两种 通过货币的形式进行核算 它还可以通过对于 完成的食物量和劳动量 来进行核算 所以它核算的尺度是很宽的 而这个业务核算 它范围广 过去时进行时 将来时都可以进行核算 我还没开始干的进行活动 就可以进行核算 它为什么这么着急 目的是想要迅速的取得资料 关键词 迅速 而统计核算 它是拿到了会计核算 和业务核算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 目的是为了预测发展的趋势 它是要预测 发展的趋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会计核算 主要是价值核算 刚刚说完了吗 正确 业务核算 是施工成本分析的重要依据吗 通过这个选项 给大家补充一个点 这三种核算 哪一个是重要依据呀 注意 还是会计核算 会计核算 是成本分析的重要依据 因为会计核算 它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吗 进度很高啊 覆盖面也是比较大的呀 专业性很强啊 所以高端大气上档次呢 这个是成本分析的重要依据 业务核算的范围 比会计统计核算要广 正确 业务核算 它的特点就是范围广 业务核算 不但可以核算 已经完成的项目 是否达到原地的目的 取得预期的效果 而且可以对上位发生 或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 进行核算 正确 统计核算的计量尺度 比会计核算是宽的 正确 统计核算 它的尺度是最宽的 好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是对的 ACD 好来看一下考点二 成本分析的步骤 关于成本分析的步骤 我一再强调 你必须要清楚 我们想要对这个成本 进行分析 首先你要先选择 合适的分析方法 因为我们这个分析方法 实在太多了 我们一定要先选择 一个合适的分析方法 所以看看这道题 让我们去排序呢吧 第一个是选择分析方法 所以是先是思 那你看 我是不是一下就把这个 正确结果得出来了 选B 所以必须要清楚 第一个先选方法 然后根据这个方法的需求 我们去收集相关的信息 信息收起来 我们要对这个信息进行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得去分析 这个成本 它是怎么花出去的 成本形成的原因 五 最后确定成本的结果 到底是花多了 是超了还是节约了 我们要看一看 所以是41253 选B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考点三 是成本分析的方法 这个分析的方法 它涉及到内容实在太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题目第一题 用比较法分析成本的时候 采用的形式有什么呢 比较法 它重点强调了三组数据的比较 第一组是实际指标和目标指标进行对比 我实际完成的指标和我目标理想状态下想要完成的指标 进行对比 比的是什么呢 看一看 影响目标指标实现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 就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本期实际和上期实际进行对比 本期实际和上期实际进行对比 看看你们企业管理水平有没有提高 比如说本期和上期 你们企业工作量完成的活是一样多 结果这个期间我们钱花的少 来说明我们的管理水平提高了 然后第三 与本行业的平均水平 还有先进水平比 这个是找差距呢 我们看一下 与本行业的平均水平 先进水平比找差距呢 将预算指标和目标指标 我们有没有提到过预算指标啊 没有 说的是实际指标吧 也没有提到过概算指标 所以这两个都错了 将本期目标指标和上期目标指标进行对比 有这个吗 本期的目标和上期的目标 没有 我们说本期跟上期比 说的是实际指标 说的是本期的实际和上期的实际 没有提到本期的目标和上期的目标 本期实际和上期实际比的是看看管理水平有没有提高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选A和E 看一下第二题 某施工项目某月的成本数据如下表 用用差额计算法得到 什么呢 预算成本增加 对成本降低额的一个影响 让我们用差额计算法计算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表格 这个项目呢是有预算成本和成本降低率 它们有着什么关系啊 我用预算成本乘上成本降低率 得到的是成本降低额 对吧 它这里呢让我们算的就是预算成本的 你看增加了吧 计划呢是600万 实际是620万 增加了20万 它的意思是增加了20万 对于成本降低额有什么影响 你注意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先分析食物量 这里面有食物量吗 没有 后分析价值量 这里面也没有单价 但是它又有一句话 先分析绝对值 这个就是绝对值 后分析相对值 这个就是相对值吧 好 那么我们用差额计算法 很明显这是620减去600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20啊 就是这个20啊 然后乘上 我先分析的是预算成本 成本降低率我还没分析呢吧 你在没分析的时候 我们乘的是计划的成本降低率 乘上4%就可以了 等于多少 0.8 好 所以这道题正式答案选择B 第三题 以下关于综合成本分析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综合成本分析方法 看A 进行分布分项工程成本分析的时候 需要分析每一个分布分项工程成本吗 错 对于分布分项工程成本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分析的是已完的 而且是主要的 没有提到每一个 那是已完的主要的 月度成本分析的依据 月度成本分析的依据 是当月的一个成本包表 月度成本分析的依据是当月的成本包表 你月度分析当然是当月的呀 不能是当季 也不能是这一年吧 肯定是 就这一个月的 你对于哪一个月请分析 那么它的依据就是这一个月的成本包表 正确 年度成本要求一年结算一次 可将部分成本转到下一年度吗 不可以 每一年的我们在年终的时候 你必须全部都要结算好 你这一年呢 不得转入到下一年 你要转入到下一年 我们就区分不开了 嗯 第四 分布工程成本分析 是对预算成本 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的比较正确 这就是散算对比 哪散算 预算成本 它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投标报价 目标成本来源于 施工预算 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理想的那个成本 来源于施工预算 实际成本呢 来源于实际任务单里面的实际消耗 这个是正确的 进工成本分析对象是 单位工程 注意 我们说进工成本 进工验收 说的都是单位工程 不是单向工程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是选择 B和D 好 第四题 单位工程 进工成本分析 包括三个内容 反复强调让大家记一下 那三个内容 第一个 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吧 第一个 是 竣工成本分析 是竣工成本分析 整个竣工成本花了那么多钱 它都花在了哪里 分别占多大比重 竣工成本分析 然后第二个 对于主要资源 结钞对比分析 主要资源 我到底是节约了 还是花钞了 结钞对比分析 第三个 主要技术节约措施 及经济效果分析 这个措施 它的效果如何 经济效果如何 好 看一下啊 没有提到目标利润分析 什么目标成本分析 预算成本分析 都没有提到吧 主要资源 结约对比分析 这个是有啊 主要技术节约措施 以及它的经济效果怎么样 这是有的 D是这个 E是这个 好 所以选择D和E 对不对 现在成本项目的分析当中 属于材料费分析的是 成本项目的分析 就是对于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进行分析 而对于这四笔钱 要求大家重点对于材料费进行分析 看一下啊 A 分析材料 节约奖 对于劳务分包合同的影响 节约奖 这是给劳务 给他们的奖金吧 这个是对于人工费的分析 是给相关人员的奖金 奖励 这是人工费的分析 分析材料 日平均用量 对于储备资金的影响 这个是正确了 储备资金 材料储备资金 这属于材料费 而影响材料储备资金的因素 一共有三个 那三个啊 日平均用量 单价 材料单价 还有储备天数 每一天 日用量 每一天用多少 乘上单价 这个就是我储备一天花的钱 那么我储备几天呢 一共就是材料储备资金 正确 分析施工机械燃料消耗 对于施工成本的影响 机械燃料消耗 很明显 这个是对于施工机械使用费的分析吧 不是对于材料费的分析啊 分析检验试验费 占企业管理费的比重 检验试验费 它是属于管理费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呢 它是对于企业管理费进行分析 也不是对于材料费进行分析 那么唯一的一个是对材料费进行分析的是选B 好 第六题 关于专项成本分析的方法 下来说法当中让我们挑错的 什么是专项成本分析啊 就是对于一些专门的事项 我们进行分析 那对于专门的事项 很A 专项成本分析的方法呢 是针对与成本有关的特定的事项进行分析 包括盈亏异常分析 工期成本分析 还有资金成本分析 正确 它涉及到的特定的事项 就这三个 零亏异常 我赚了赔了是异常的 还有工期成本分析 用我的实际工期成本和计划工期成本 进行对比去分析 还有资金成本分析 这个资金跟成本的关系 是收入和支出的关系 并且它要用成本支出率去表示 这三个标题是对的 好 工期成本分析一般采用的是比较法 用计划工期成本和我们实际工期成本 通过去比较 你才能去判断它到底有没有偏差 如果有了偏差 我们还要用因素分析法去分析 各种因素的变化 对成本造成的影响 所以它用到了两种方法 比较法和因素分析法正确 资金和成本的关系 是收入与支出的关系正确 成本就是支出啊 资金就是收入啊 所以资金与成本的关系 它就是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好 然后D 成本支出率 既然是成本支出率 我们要用支出比上收入 而且是用实际的支出比上实际的收入 用支出比收入 不是用收入比支出 支出率支出率是用支出比收入 所以挑错的 错的是选哪个呢 就是选择第四个选项 好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考点四 成本考核的依据和方法 涉及到题目 看这道题 关于成本计划和成本考核的说法 正确的是 看一下啊 看A 成本计划仅包括两类指标 分别是成本计划的质量指标 和成本计划的效益指标 错 你注意 成本计划它包括三类指标 有数量指标 就是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到底做多少个计划 数量指标 还有就是质量指标 而这个质量指标 它是用降低率 去表示的 还有就是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它是用降低额 去表示 好啊 你注意 成本计划它是包括三类指标的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还有效益指标 质量指标用降低率去表示 效益指标用降低额去表示 看第二个 成本计划指标当中 成本降低额是质量指标吗 我刚说完 质量指标用率 用降低率去表示 而这个降低额 这是效益指标啊 效益 我挣得多 挣得少 这个不是直接算差额吗 所以降低额 这是效益指标 而降低率 才是质量指标的 成本考核只设计 项目层面的考核吗 错 成本考核它包括项目层面和企业层面 两个层面都要请考核 成本考核主要的指标有 项目成本降低额和项目成本降低额 正确 我们在最初你在做成本计划的时候 我们就计划出来了质量指标 降低额 计划出来了效益指标 降低额 这是我们最初做的计划 而当整个项目全部完成之后 我们要去考核一下 看看你这个降低额和降低率 到底有没有实现 所以说成本考核的主要指标 就是项目成本降低额和项目成本降低率 所以这到底正确的是选D 那以上是我们第二章优选题分班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